一心这么玩那就是一个字 丧心病狂 大家好我是老猪 王者十多星牌位赛 这一把的身心画面以及装备名文都在视频最后 开局下路志愿的一波但是没有遮效 反倒是队友凡也送出了一血 不着急跟队友炒纵埋伏一下 玩儿丝毫没有察觉到问题的严重性 那就不好意思跟队友一起送兄弟上路 此时敌方答应李白志愿已到 被李白红buff黏住之后橘子没得跑 这个时候就别跑了嘛 回头A一下呀 这里泰影是个私血 咱们闪现上去一发普攻 但是凭什么你告诉我凭什么 他为什么突然回了一百多的血 而且看特效他也没有点那个恢复呀 我真的是当场裂开 中路继续对线 在对线期打得过一心的不是没有 但婉儿是不太可能的 因为有个名导咱们是不太可能被单杀的 反之我提前布局之后 婉儿只要赶倾线 那就是当场一发减速 配合队友菊肉精直接送兄弟上路 看到上路马可惨到围殴 不要紧张不要怕 一心送你一个大 大招一框这个黄中啊 当场送他一个字 插吃难逃 这一把选人的时候我就没搞懂 都已经看到我选了个一心了 你还反手补一个黄中 难道黄中那个大你是不打算开了吗 非常明显的英雄克制 明明是后手还要去这么选 这叫什么 这叫厕所里面打地步 啪 离死很近 入侵敌方野群顺便拿个男bump 但是对面这个婉儿从中作梗 卸玩花里胡哨可惜断了个大 天气转两手比较冷 某的手感的时候断个大 我理解 但是朋友啊 好难你就不好走 跟队友一起再一次介绍婉儿之后 中路基本上已经通关 接下来咱们多去支援一下上路 上路队友的情况不是很好 毕竟橘子一直在帮我 上路没怎么去 连坡击下太乙之后 李白紧追不舍 大招晃一下 但是李白跑得飞快 第一时间没有控住 但是不慌 因为这个连坡遗憾就很狗 这个小走位给李白秀的眼 都已经快试了志了 主动某某大招里面跑 也要把这个连坡给他换掉 但是可惜的是没有成功 再次来到上路 但是对面这一波玩得很谨慎 咱们也是没有找到什么机会 支援无效回中的时候 遇到草丛 咱们先放一个一技能 这样可以有效的防止你被抓 你像这个李白他就很狗 应该也是在这个草里面 等了我很久 可惜又一次功亏一篑 一星的一二技能都可以探视野 四舍五入的话 是相当于一个眼位 所以依靠这个视野上的优势 外加上你还有个铭刀 只要你的一星操作水平还可以 基本上是很难被抓死 所以判断一个一星会不会玩 你就去看他死了几次 死了很多次的 不一定不会玩 也有可能是逆风嘛 但是会玩的一星一定不会死很多次 因为你像这里 每个草丛我都放个眼 在探视野的同时 还可以把那个棋子布局一下 当对面靠近这些棋子之后 瞬间就可以把伤害给打出来 一星的三个技能 接三个强化普攻 那个伤害实际上是很高很高的 但是他需要提前布局 所以如果你是临时放的话 那么表面上看起来一星的伤害 相较于他那个装备确实是比较低 所以很多人说一星是个刮杀英雄 这句话也是有原因的 但咱们玩一星的时候 只要是提前把棋子布好 他的伤害也可以高到你看不懂 像这里跟队友一起入侵提防野区 上官马儿来了一波掉线勾引 还真就成功欺骗到了橘子 你这上哪说理去啊 看到黄中路场 咱们大招一开 一发二技能对对碰 接上一发强化普攻 送兄弟上路 注意了 黄中路场的时候他是个满血 但是损干他就没了 所以一星的伤害是真的不低 主要还是看你怎么去把伤害打出来 中路跟队友一起准备推个塔 一星在法式里面 那个推塔速度算是比较快 上官马儿是个残血 炸了第一波之后没死 居然还敢回头 那少年人哪 我留你不得 虽然离得很远 但是一星的手势真的很长 而且光是长野就算了 他有七个技能 不但可以加三次 而且还有三次强化普攻 在相上你那个冷却缩减 所以就会让一星的出出很连贯 而且很持久 当这两个优点急于一生 那只能是一个字强 这里黄中开大我也开大 他这个大不是送死吗 这个情况最开始我就说了 就连选人的时候 你用脚趾头想也可以想到 这个场面就是一个字 英雄的克制很大程度上 可以决定这一局的胜负 举个例子 你像婉儿他切不死我 就连米月橘子马可 你用婉儿去抓也不太好抓 所以这一把的婉儿 前期很难起来 那么对面的翻盘点只有黄中 用泰乙去把黄中呢 这个想法很好 但可惜的是黄中开不了大 因为黄中开大我也开大 所以黄中手长的优势就没了 那你的手不长了 那么当马可和连婆切入的时候 一个泰乙真的保得住吗 我的名文是泰男心眼和梦眼 装备是冷却鞋 巫术回响帽子 法穿棒以及吸血书 感谢您的观看 我是老猪 咱们下个视频再见